你搞错了 他不是中村家代 他现在的名字是安藤家代 是我安藤郑树的女儿 也是我的侄子 安藤建南的未婚妻 如果你能帮我解决难题 我就劝我的侄子建南解除婚约 为你和家代的幸福 创造有力的条件 怎么样 什么难题 我想起来了 我懂了 那两箱货是吧 高先生是聪明人 我想想那两批货物是什么东西啊 都忘了 鸦片 还有军火 没错吧 不巧了 这两样吧 都是我们国家 明令禁止的伪禁品 我不能违法呀 我没有办法把我的感情 作为冲锚的侄子 我做不到你说对 对不起 我是一种 我是个中郑 太对男人的样子了 我都开始为他着迷了 对不起 请进 怎么样 信给高丁峰看了 他看了 很高兴 长白山此次来 会让高丁峰的政治倾向更加明朗 这是好事 其实他的政治倾向已经很明朗了 我看见老安腾利用家带拉拢他 被他拒绝了 他的定力真的很让我惊佩 嗯 他能有这样的定力 除了他自身以外 也与你的帮助有关 长白山这次来 还会带来新的任务 我们要做好准备 明白 安腾证书来电话说 高丁峰根本就没买安腾夹带的面子 他们没谈拢 说是让您再想别的办法 想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 要把曲求高丁峰吗 这是什么 啊 卫兵 到 这是什么信啊 啊 参谋长 这封信是司令部的理财猛拿来的 您一直没来办公室 这封信在这儿放了也有几天了 这是踏破底线无秘处得来全部费工夫 唐经辉 你发了我的大忙了 从哪儿 走 来 马上告诉安腾证书 你要去找高丁峰要货 叫他等我的好消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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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边出来啊 怎么大白天的 要让我回来做煎饼呢 今天我有事相求 你一定要答应我 我们是夫妻啊 还求不求的 有什么事你说吧 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欢 泡头露面的 但今天 你要为我破灰利益 省城来了一个 剿匪杜办高林峰 听说他特爱吃摊煎饼 咱们哪 做一些 然后给他送过去 好吗 高林峰 就是大家说的 那个剿匪杜办啊 那为什么 一定让我送去呢 我记得你说过 他有点像 咱们家的星辉 对吧 对啊 我经常做梦的时候 就想起 如果星辉长大 应该会长成他那个样子 既然这样 何不 干脆过去的时候 我跟他谈谈 不管是不是 也得当面认一下吧 好啊 好啊 龙飞啊 你真体贴 想得真周到 那我们马上去好吧 都知道 Aí 吗 回去� voluntary 就算虽快 fair in the first time OW 是不是 inclu fact 毕困内 请问你是高度伴吧 龙飞跟我说 你很喜欢吃林仪的大煎饼 所以 今天我们特意准备了一些 趁热吧 其实 我有个十三二十多年的弟弟 跟你一样 很喜欢吃我做的煎饼 二十多年以来 我一直在找他 希望能找到你 姐姐 你刚才 叫我什么 姐姐 我是星辉 是你弟弟 星辉 是这都 爹 爹 小儿 姐姐 幸亏 我们又见面了 我找了你二十多年了 你到底去哪里了 姐姐好想你 好想你 姐姐有生之内 还可以看到你 真的好开心 好开心 雪茹 怎么了 岳飞 我找到幸辉了 她真的是幸辉 她真的是幸辉啊 姐夫 你回来了 原来我们是一家人 你姐姐终于盼到你回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这听着跟故事似的 高林峰居然是白龙飞的小舅子 这跟谁说理 是 司令您的茶 司令 其实您也不必多虑 别看这姐夫跟小舅子 高林峰心高气傲 白龙飞也未必降得住她 陈国 陈国 不是想得住想不住的事 不有句老话说吗 是亲的还三分相呢 你看平时白龙飞对她媳妇 都快跪了 高林峰怎么也会给她点变子 司令 您的千金跟高林峰走得不是也挺近的吗 不是 你啥意思啊 对了 你这样 你赶紧派人 把她接回家 就说我有话跟她说 对 对呀 这事我怎么忘了 要成了我就是老张人 方正我 可以啊 好 好 你 好 好 第一 Econom 我们 放心吧 这家伙最后也绝对忘卫时 嘴巴再厌 我也不会给他开口的机会 蓝蓝 你们家还不错呀 丫头回来了 你看看咱们家蓝蓝 都成杨小姐了 赵爷姐我回来干什么呀 你看你这话说去 你不是答应爹回来住两天来的 我要卢斯陪我住啊 卢伯伯 麻烦了 这麻烦啥 卢斯小姐能上咱们家 那是咱们家贵客 是吧 快里边请 去吧 那个啥 那你们几个把小姐行李给我拿上 好的 你要聊什么呀 说吧 其实也没啥人聊的 今天就想问问 你跟高林峰处到哪一步了呀 你们这个干什么呀 跟有什么关系啊 关系大了呀 爹问清姑娘的 这 终身大事 那天经地义的 我跟他能有什么事啊 他跟家带还没断关系呢 这小子脚踩两只船啊 你胡说什么呀 我不是你别管了 爹咋能不管呀 你是爹的亲闺女 那爹不管谁管啊 不是爹就想问问你 你喜不喜欢她吧 你这不吭声就是不否认呗 我跟你说丫头 你要是真喜欢高林峰 爹教你一招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丫头 你就拿出那个是啥 狼狗精神 一口咬住绝不撒口 我告诉你 男人就喜欢这样的 用你们这个叫啥 文化上的词叫 叫有 激情私涉 过不去说话呀 怎么在你嘴里 我变狼狗了 没用 丫头 爹那是话操理不操 理在这摆着呢 你想啊 那个日本女人叫啥 叫加带 是吧 她是喜欢高林峰 高林峰也喜欢她 但是高林峰跟小日本 他是有仇的 他俩要想在一起 那老安藤这关也不好过呀 是不是 要我说 你和高林峰那才是狼才女猫 你俩在一起 那高林峰就是我姑爷了 那他手底的侦探队 那就是我的别动队呀 到那时候 满离一城都是你老子的军队 那白龙飞再想炸刺 门也没有 我就是说呢 你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幸福了 合着你想利用我 来扩大你自己的实力啊 我告诉你 你才没门呢 你这丫头 丫头 你咋不明白呀 你听我说 古往今来 利用婚姻结盟的 那多了去了 你就比如说那刘邦 刘邦好像没干过这事 你这不说刘邦 就说那高林峰 她是不是有女人 她为啥还和你没来眼去 那就是因为 你是我鲁战魁的姑娘 一 她得署你了 二 她得着我鲁战魁了 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买卖吗 又是买卖 你烦不烦哪 一股东西 洛西 我们回去了 等一下 你瞧你 这翻脸比翻书哎快 你爹不说了还不行吗 你这儿 你先上 上屋子休一会儿 待会儿饭好了 你陪爹喝两杯 想得美 你 这孩子你 来 坐 请 谢谢 小弟啊 嗯 今天呢 我们好好地谈谈心里话 来 先喝杯茶吧 姐夫太客气了 其实如果你要有什么吩咐的话 你就直接跟我说 姐姐叮嘱我 希望我能帮你 直接一些 我们就别耽误了一会儿 给爹娘上坟的时针就行 时间还早 不会耽误的 严芳啊 你一年轻有为 在南京 有同窗学友 身居高位 在省城呢 有胡纵指挥照顾提携 试图一帆风顺 前途无量啊 过奖了 姐夫 其实 你在淋漪城也很厉害嘛 我来之前 也就早听说了 有个问题 我其实一直想问问姐夫 斗胆问一句吧 人们都说 安清帮背后的 真正的这个老大 可以在淋漪城 指手遮天 黑白通知 真的吗 小弟果然是快人快语 好 那咱们打开天窗 说亮话 淋漪城安清帮 背后真正的老大 就是我买勇飞 侯爷 进来 我来说 你 不 我来说 你 我不 我来说 你 我来说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他们抓点时间 过来找我 是 夫人 姐夫 我来林一城是来剿匪的 我并不是来参加什么帮派之战 所以如果你愿意做这个老大 你觉得值得 你就去做吧 不过 我只能奉劝你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做人要有原则 做事情更要有底线 祸害百姓的事情最好你得做 跟土匪勾结的事情不要干 更不要做跟日本人暗中交易的事情 就算为了我姐 为了小儿 请你珍惜一下自己的名声 还有人格 你放心 我拼搏半生得来的一切不容易 我会好好珍惜的 还有 姐夫那有一件事情 想请你办个忙 别说 我今晚已有钱 你会想知道 我做什么 我还在这儿 我又要死 我来 你会想要死 你会想要死 我 我现在都不度好 我现在都不地 我现在都不爱 我那些还不得 我现在都不爱 我现在都不爱 我现在就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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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姐夫你有什么意思 老爷 老爷 夫人让我转告您 说他先去了墓地 让你们也快点 你怎么现在才报 我们的事情晚点再谈 山路不好走 我们赶快去 走 热水 爹 娘 我今天来看你们 带了一个好消息给你们 我终于找到小弟了 小弟终于回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高不高兴呢 你们放心好了 以后 我一定会好好地照顾小弟 你们在天之灵 可以放心了 驾 走 我更想行了 像这个诵过 那变成了 小弟 8 3 1 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别这样龙肺 兴会啊 我听说那些物品都在你那里 你不可以帮帮你姐夫吗 姐夫 姐夫 哥 给黑爸捎个信好不好 告诉他 如果下次再敢动我解脱 我弄死他 至于那批货 我办理些手续 然后 然后回安腾要好 谢谢 是我没用 麻烦你了 咋酒去的 拿酒去的 你兄弟真都死不住了 咱俩也没人伺候 你说连连酒啊 哥 还是真他妈妈咬 大灯家 您不能再喝了 这山寨的事还等着您拿主意呢 拿什么主意 拿主意 咱们 山寨 山寨都这么成什么样了 我怎么呢 二大 您快劝你 劝他 喝点 好好好 喝喝喝 你就知道喝 山寨还要不要了 没有啊 这山寨我还怎么要 兄弟也被抓走了 西板昊兄弟 你说说没就没了 你怎么怨我这当家 无能啊 对 就是你无能 大当家的不当了是吧 好 你不当 有的是而当 我让志鹏当 论身手 论胆识 在山寨 它可是数一数二的 怎么样 哎呦 不 这大当家要是给我 那不出三个月 但仙石山就可以 重振雄威 再创辉煌 你看看人家 你咱们不递道 你 你不是个递道的人 啊 在这个街舞里 你还到老子 我帮你抢肉去 你说啊 给你肉你又不吃 那你不吃我吃一口咋了 吃一口 我 吃 什么 什么 你敢 他妈抢老子 我抢老子 吃上你 是你 指使这小子 来 抢我这当家的 对吧 那 对 你真是我亲美 你看你天天喝那样 你哪一点还像我哥 我知道 你小子就他们一直都没服 不服没问题 那咱俩就比划比划 谁赢 谁怎么做这当家 行吗 行 愿意奉陪我 好 爹 娘 我们三个一起来看你们了 希望你们二老在天之灵 一定要保佑好小弟心灰他 凡事平安 一生顺利 爹 娘 心灰来了 我在这次脚尾灯 活住了神迹族 但这事还没完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当年 把那个告密者给揪住了 然后用他的鲜血 来祭奠你的王爷 我会让你们明目的 爹娘在天 我白龙飞 一定会同小弟 同心携手 重振家业 今生今世 愿与雪茹生死与功 永不分离 若有二心 天大雷劈 一万计不负 比赛规则 摇骰子 比大小 三局两胜 胜者为大当家的 怎么样 那输得怎么办 你定 一乡毙命 山下为囊 大当家的 是不是玩得太狠了 话了 我是担心你输 哪有那么多废话 那我可不客气 我来 一点儿 你输定了韩志鹏 对对 也是一点儿 还有两局呢大堂家 再来吧 来 六点这回赢定了 也是六点 又平 还有一次 你表达你 这怎么算啊 再来 在下 老荟 小伙子 老荟 老荟 他 老荟 né 我赢了吧 对 韩志鹏胜了 还想玩呢 你说 还有什么玩的 那我们玩玩 吃饭的家伙 你行吗 我倒是可以试试 我倒是可以试试 美人五发子在 谁先装完上堂 瞄准对方 谁算赢 来吧 开始 去吧 试试 死了 试试 我输了 韩正哥 你算条汉 到北岛 山寨到了今天这个地 是我的责任 我也没脸再做这个当家子 我对不起舅舅 对不起石榴 更对不起山寨的兄弟 我输了 姓韩的 石榴交给你 老子放弃 大当家喝醉了 让他去休息吧 好的 好的 没问题 只要他到林仪城 绝对逃不出我的手心 好 角总通报 有个代号 长白山的共挡要犯 后天上午 会从省城 乘十一次列车 来到林仪城 他的特征是 穿黑西装 大胡子 大概五十岁左右的男人 你派人去 把车站控制起来 一看见一犯 马上就快扣下来 大哥 这角总是叫啥情况 我就凭着穿着黑西装 留着胡子 我就得抓人 那我得抓多少人 啰嗦什么 角匪角匪 共党才是最大的匪 南京政府对共产党的态度 就是宁可错杀一千 不能放过一个 不把他们赶尽杀绝 我们蒋主席连睡觉都不踏实 废话少说 照办就是 好 对了 申计组怎么样了 他的伤没什么大碍了 一直单独关在侦探队的后边 我想见见他 大哥 巧啊 高连峰今天和他那几个新夫 都出场了 咱们现在过去正是几位 好 老当家的 你还好吧 好 白大少爷 我们爷俩又见面了 在这个地方说话要少一点 会死人的 白大少爷是怕我叔叔 二十年前的秘密吗 申计组 给我老实一点 在这个地方 我要让你永远闭嘴 就等于捏死一条丑柱 白大少爷 我是真佩服你啊 你跟赵大小姐在一张床上的时候 你就不做噩梦吗 的确做噩梦 你当初答应我 不会伤害他们 可是你 你 你也太天真了 我要不答应你 你能把情报给我 再说了 如果不是我杀了赵重武 你能如愿以偿抱得美人归吗 好 好了 这些就是不提也罢 二十多年了 你我心照不宣 安然无失 只要你信守诺言 我会把这个秘密 带进坟墓里的 带进坟墓里的 有个不好的消息 你必须要告诉我 你知道高凌峰是谁吗 谁 他就是赵重武的独生子 赵兴辉 赵兴辉没死 他就是高凌峰 难怪 他看见我眼睛发红 像一口把我吞了 当年 头上的这个伤疤 是他爹留给我的 现在这个小兔崽子 是想要我的命啊 白大叔姐 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 你救我 你一定得救救我 行 要想活命 给我把嘴巴闭言 只要高凌峰得不到 他想知道的秘密 他就不会杀你 所以 为我保守这个秘密 就是 是 知识 有 有 能不能 是 有 是 有